杨湘无夜叹葫芦 他倒不是光想到这儿来看看 想通过葫芦上此金山 面见金石大帮 这火根 是从我这儿迎起来的 在你的庄里头二道九龙碑 我修灑了你 把你呀给得罪苦了 那么今天我的登门来谢罪 你说怎么处置吧 但有一样 我必须劝你去改邪归正 把金牌奉还给大人 你该领什么罪 要是我劝你不听 那就作罢了 杨沐爷 憋着一路的活 他腰里就揣着 你眼高横的那个腰牌 要没有高横 哪搁这腰牌去 哎 正在兴冲冲的 碰上这么一个道姑 这道姑是三言无语啊 没怎么废话 只把那个扶尘 就那大肠牌 就那大肠牌 这么一甩 杨沐爷就糊涂了 等明白过来之后 呦 自己已经让你给神捆锁绑 给绑在大树上 道姑就在他跟前站着 这位好汉 我是多有得罪了 没办法 怎么呢 我要是这个 有点其他门路的话 我不会这么对待你 知道吗 因为有高人指点于我 我才知道 你的来头 你就是江湖上 大灵鼎鼎的在毛索样 三道九龙碑 明镇江湖 今生不知的为什么 大驾光临到此地 你帮了我的忙了 知道吗 杨沐我糊涂的 怎么我根本不认识 这条高虎啊 年纪不够二十几岁 他怎么就是 鲁发为一道出家的呢 他真比不漂亮 看样子 他准有一身好武艺 杨沐爷都猜中了 可但是这个人的 出身来处 杨沐我不知道 只见这道姑一回声 吩咐他那两个弟子 那两个小女道童 你们 给我抬着他 到哪儿啊 重龙庄 去见庄主 拿杨沐上建那礼了 来到重龙庄啊 就这道姑不是吗 你别看这武艺不错 等生情活拿在毛嘴 但是他不敢直接 去见这活财神宋世奎 他怎么办呢 他得先到这赵贤馆 其实他到赵贤馆已经来了三趟 都被人给拒之门来 赵贤馆的馆主啊 金头蜈蜈 这老太太太可厉害 头一次来 一通明报信 老太太就烦了 这道姑姑要是到别处 还能蒙一气啊 撞一针 一冲一撞 把人给唬住了 感情他可唬不了 这金头蜈蜈的老太太 太值得他的根底了 这道姑是谁啊 她是在江湖上 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 习无花娘 丧事 这丫头啊 家里头也是武林出身 两个哥哥武艺精强 本领也算出众 这个父亲母亲 在江湖上也有一号 但这孩子不行 这丧事到了 这作风太差了 哎 从哪出世以来 凭着他一身的武艺 要说呢 也能混个女侠的美称 但是 他无路歧途 走了歪道了 这丧事啊 这丧事啊 主张的性解放 他觉得这什么事都没关系 随随便便 而且这位呀 不管跟谁 你是丑得顺的老的少年 他还全都能和得来 所以江湖上 都逆为这位小姐 后来被迷无奈 拢发为道出家了 但是根底太臭了 踏不离啊 这江湖中有点正义感的 那些个英雄好汉 谁也不愿意搭理他 最近他混不下去了 他跑到狐狸来 想通靠活财神 他知道活财神啊 这宋世辉有两位少爷 大少爷叫宋启龙 二少爷叫宋启龙 说这宋启龙嘛 这个人 一贯是心花温柳 就我娘一想 干脆我从那儿去的 跟这宋少爷一见钟情 我就是活财神家少奶奶了 一切的平步青云是陡然而住 我看你们谁还敢 小看我酒 我娘 看我有没有本事 你别看他联系不大 他知道的事特不少 他知道葫芦玉啊 这地方是紫金山 前沿阵地 好吧也就说是紫金山的屏障 紫金山精致大棚之俗里 是派有精致 他气迫这么大 正因为有宋启龙的支持 哎我这回来就找个跟上 但是不行 怎么呢 人家有一规矩 因甭管男人老子少子 只要你打个拳 踢个腿 投奔我 狐狸来着 想到重荣装必须先到 招贤管挂号 这下把他给担住 所以他跑了好几探了 这听说的管主 这酒不良就有点脑袋疼 怎么 这金山公斗是可厉害呀 啊 你看怎么能让他在这儿当管主 啊 不行 我得想办法打进去 这简直是交进了脑筋 想了好多主意 也没辙 哎 没想到这回有个台阶 他把杨湘武给飙上了 嗯 这次来求见 还物通网策了呢 每天要到这会儿来投奔呢 卑躬屈膝 客气的不得了 不知道得唱多了个佛号 哎 得给这个门圣人啊 遞这门包 也花了不少银子了 但是这些人爱不能助 没办法 怎么这些管主说了算 人家连见您都无人一见 你这这怎么能行 这回可不通啊 九个娘到时就告诉我 必须求见管主 而且我给他带来了后礼 什么礼物啊 大国人 哎 门上这几个武士这么一听啊 也都乐了 咱们 哎呀 这道夫也是怪可怜的跑多烫啊 看来他是成心实意要投奔咱的重工作 但又一样这玩不行了 咱们管主的非还见您呢 就说您带什么礼物 大活人 什么大活人 高总大 我拿住了赛毛隋杨胜 至此金山啊 那大债主 南洋王的仇人 他能继着门外吗 继着门外 我立刻把这金牙给办了 我还不投你们重奴装了 昨晚他叫走 哎 您等等 我们给您回一声 跑进来 管主挣这喝啥子 文豹大吃一惊 老太医了 嗯 这九个娘了 是胡说八道的吧 问回事 他怎么能够捉住赛毛隋呢 杨湘虎怎么会撞在他的手里了 那好 别让他走 把这给我带起来 吃 大营女生怎么赶快跑出来了 前几次接过人家的银子 所以呢对这九个娘相当客气 另外啊 就觉得这个九个娘 这小道姑啊 挺可亲 不是可亲 怎么回事呢 九个娘身上有这么一股的邪气 哎 哎 是有点邪魔外道的 只要一见这主 他不是怎么就仇元 你就叫哪也怪 哎 我说 哎小姐 哎 哎 咱叫小姐呗 这个女仙长 也不知道叫什么好了 干脆您 您跟我进来吧 管主要见见您 嗯 九个娘告诉他俩小刀虫 都在好好看着 这两个可怜的小刀虫啊 就在这儿给他看着杨小武 九个娘跟着这俩这近人 他是九阳这位金头武功斗士的大名 但是没见过面 当把他给带到了客厅 高手连锋 让他进来的竞争一瞧啊 九阳不由得就按此一整 心里打了个车 怎么回事 这老太太 看那个面相啊 也不过是四十多岁 其实啊 六十挂零了 老车里面呢 他长得 倒是挺面善的 慈眉善不这么个老太太 但是呢 咦咦咦嗡头啊 眉毛啊 黄的 是不是 染过头啊 没有 天生的 老太太太 老太太上下大量的大量 九个娘 我听说 你捉到了一个人 九个娘啊 这一架心里有点不太痛快 怎么回事 也太狂了 这老太太 怎么 希望他给我让个多啊 不错 嗯 这个人 姓氏名水 你问准了吗 当然 我和此人 远日无缘 近日无仇啊 不过我知道 他可是 南洋王金赤大红的初人 他姓杨 叫杨祥武 为什么要送到我这儿来 我想 仇奔赵贤管 在底下 丢名挂号 在重龙庄那里 盘魂歇 那就是说我在庙里待腻子 我想在这儿来 赞在兴 哎 住几天 时间长短没法说 高兴在这儿多住些人的 不高兴 我就不辞而别啊 都是点了点头 如此说来 把这人带上来 我得借去 如果真是强项武 我就把你收留在 招贤管 因为什么 你有功 要不是 那可休怪怪 本官主教把你赶出 忽略 说赶出啊 他就乱棍打出啊 你不信 就问他吧 工作不到 有人到来 把杨爷给推进来 我一窝火 那还用说了 杨爷进来往这儿一站 哟 老太太没怎么样 这李姜屋啊 这仇子咱俩 料着 在李屋那儿站着一位老主 你 这老头一看 心头一睛 哎呀 他扔出来 真是强项武啊 哎哎 老头姓强武严 你这怎么了这是 怎么大江大浪见过多头啊 怎么这小河沟 就不翻船了 那这么小小刀锅把你给抓住 这太无能了 这 这真想啊 找连出来 这说说行 没敢 因为什么 他知道这 管主的脾气 兴套武功上下 打量打量 杨兄 请问这位医师 你尊姓大名 哎 然后别看事到如今啊 行了 行不更明做不敢行啊 杨兄 武 散谋随的便是 哦 真是此人 好 尽头不够看了看就好像 你呀 立了大功 吩咐人 把杨兄 押击 这事儿 我得立刻禀报庄主 跟庄主说一声 呃 金头无功看了看九娘娘为难了 怎么回事 你是个初战人 那我哪看你 哎 九娘冷笑一声 老关主有所不知啊 我是被逼无奈 用法为道 知道吗 我杀不成功 因此闯下了大货 不能在家里再摘些 别看是个女孩子 但是货已经闯下了 我指责呢 流浪江湖 我听说紫金山这儿 至少能得 我才特地奔着 保护 原来如此 那 给他找一个小院 先把他安顿下来 等我禀报庄主之后 再另行安排 老太子说完 真就把这消息 告诉这活财神 素随时罪的了解 进去大公家 不住 是吗 哎呀那可太好了 没想到啊 我给我家贤弟 抓住了一个仇人 嘿嘿 这下啊 能出示他书中一半的怨气啊 如果能把杨祥武杀了 说得夸张点 南洋王不做他都可以 他就憋着这股活呢 那太好了 另外不是吗 不能耽搁 立刻就应该把这姓杨子 这借王子金山 亲后王家千岁的发落 现在亲自去发落 正好他家弟子来 就那啼小鬼啊 陆信 他在这 不仅他在这 饿太岁五年也来 这么回事 都往这儿赶 赶到九月九 那就是活财神素随的生日 他们想就在这个葫芦玉这样 重容装填 九月九 入英诚 还好多好怕 恐怕金山大藤到时候还要亲自来 祝贺一番 那么 所以我家前弟没来之前 我先把帅毛髓给他送去 让他把杨祥武一杀 当然高兴了 气出了仇报了 然后他会高高兴兴 到我这武装来做客 嘿 那就是我有眼识泰山 这个英雄我算是焦着了 行了老管主啊 你也立了大功了 好 我立即安排 就把邪小鬼找来 吩咐了一番 你师父的仇人 现在抓住 石中辉高兴啊 激动不一样 这是啊 他不这些无名主教师啊 我呀 给你十名装兵 你带他们连夜 就把信仰的哑善阻尽下 你千万不要蛋糕 您放心吧 我马不停停时立刻动身啊 说着 他挑选了十几个装兵 压着杨伍爷 就出了装了 呵 把这招贤馆的 李建屋堂的老头击坏了 怎么还没跟杨伍爷见成那样呢 这老头啊 在后边追 追不上啊 怎么会是呼呼啼酒鬼酒山 像瓜圈模式的 一口气出来十多里路 正往前走着呢 前面跑过一装兵来 哎哟哟 少王爷 感觉天将会少王爷 干嘛 对不起您别走了 怎么了 前面有人呢 是断路 劫财